最后假设你把按钮加上去的话 你会感觉很方便的 以后的话按按钮事情就解决了 比如说我增加两个按钮 那加按钮的话怎么加 首先第一个 请你在开发人员这边加插入 找到左上角这个按钮 按一下 有点像小画家 拖拉一个大小 往右下角拖拉放开 他会问你说你这个按钮要叫什么 叫乐透彩好了 然后你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为什么要复制 你不复制也没关系 但是你要自己打 就是按钮2上面点一下 把刚刚复制的字贴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刚刚是选了乐透彩 所以当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他会去执行刚刚那个SUB 也就是一个SUB就可以对应到一个按钮 那乐透彩清楚怎么做 一样嘛 再点这边一下 然后再拖拉 拖拉的话你可以在下方拖拉 放开 大小大概跟他一样好了 然后选择 这个按下去的话叫乐透彩清楚 然后把名称一样复制 确定之后的话呢把它贴到刚刚 这边出现的按钮3好了 OK 好那这样的话就有两个按钮了 不过好像有一个大一个小 先不管好了 其实这好像比较大 怎么改 按右键 或者按Ctrl键再点左键 Ctrl键按住 再点一下 然后你可以再往上拉一下 再把它锁小 可以调整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一下清除 有没有发现它清掉了 按下乐透彩 乐透彩又有了 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哦 有人工作每天都一直重复做 有人工作只要按按钮 就事情解决了 那哪一个你喜欢 那我是 怎么会不喜欢按按钮吗 你按钮按下去事情就搞定了 感觉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 尤其是针对那个重复 大量重复做的事情 那尤其更适合 OK 那只是说啦 这个当然你要去学习 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是 开发留言里面的Visual Basic 做这两个按 两个记得是模组里面 把这两段 两个Sub 把它写上去 那这个治愈过程 刚刚有讲了 那接下来的话 除了这两个之外 当然我们 还是希望写 后面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 再去做 这边云南百版上面 其实也有了 在这里 第二页的地方 格式化 那这个格式化跟格式化 清除 主要是什么 做一个判断 如果 这个排名里面 假设是小于等于7的话 帮我把它同一列的 有没有本来这边一栏 把它同一列的A栏的地方 把它底色 改成黄色的底色 如果我要做这两个 再来就把它清掉 那怎么写 其实写的方法一样 1到那个什么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 那如果你要写按钮 那个按钮名称叫格式化 那你怎么加按钮 记得哦 如果按一个按钮的话 就一个Sub 所以你打一个Sub Sub之后的话 后面加一个空白 然后再打上格式化 比如说我要格式化 那当然后面一个叫格式化清楚 打完这样就OK 按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名称将来就可以拿到哪里 拿到这边会有个按钮 不过目前我们还没加嘛 我们先加Sub 然后再来怎么格式化 那那个逻辑跟刚刚有点类似 就是一样跑回圈 因为我希望从一栏里面的一二 一直到一四十三 把里面的资料提取出来 检查一下 它的值里面的数字 有没有小于等于七 如果有的话呢 做底色填满的动作 可是问题这个动作怎么做 一一样 因为我要的范围是 第二列到第四十三列 所以一样嘛 for i 等于2到43 所以你可以拿上面来复制 Enter两下打一个nest nest的话等于是下一个啦 下一个等于是说本来是2嘛 那2的下一个不就是3吗 3的下一个是4嘛 所以一直到43停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范围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做逻辑判断了 特别最后 这个后面我按一个是tab键 tab是下一阶的意思 那在这个里面做什么的意思 所以按个tab说 我要在这个回圈里面 做什么事情呢 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个储存格 每一个都带到这边来 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它是不是小于等于七的这件事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就做填黄色的动作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不填黄色的动作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做一个逻辑判断的话 那请你在这里下按个tab之后 打一个if if 顾问是 如果后面空一格之后呢 条件 什么条件 这个储存格里面 是不是小于等于七 这个储存格叫sales 有没有 储存格嘛 哪一列 那因为一个范围i2到43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i就可以了 它就会从第二 一直到第43帮你检查 那哪一栏 就是1栏 也就是说呢 这边会先抓1、2 那我们要判断的话 就是它是不是小于等于七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逻辑 OK 也就是这个范围的资料 它是不是小于等于七 如果是的话呢 空一格 空一格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做什么 OK Enter两下 一样打一个Enterif 有头就有尾 所以你会发现它都成对了 有sub就有endsub 对不对 有sub就有endsub 有for就有nest 有if就有endif OK 好 那在if跟endif底下就是 如果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有点像是一个闸门 这个闸门有就开 没有就跳过了 跳过就什么事都不做 那要做什么呢 按个tab 就是把它同一列 同一列 同一列怎么叙述 其实意思是说同一列就是这样 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把它改成同一列的A蓝 把它改成A就可以了 这个指的是同一列的A蓝 那把它的底色改成黄色 底色怎么改黄色 这个可能要学一下 这个我是先建议各位 可以先把刮弧这个先把它暂时先移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找到底色的话 它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 就是当你有刮弧的时候 点下去会出现 那我们先把它移掉 点下去它会出现 那底色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不用特别背 你只要记得开头 开头我记得是interial 开头是I开头的 interial 所以你记得I 这边就有一个叫interial 这个有没有 interial 这个的话 就是它的底部的颜色 就是你的底部的颜色 就是点color 底部的颜色 然后颜色要给什么 黄色 黄色就是给它一个数值 那以后如果你假设要牵涉到 颜色的部分的话 那你记得 有个函数叫rgb rgb其实就是调色盘 那这个调色盘刮弧之后 需要给三个颜色的数值 它的最小是0 最大是255 那你说黄色要怎么得到这个数值 如果假设你没有概念 你可以从常用里面找到油漆桶 油漆桶里面的话有其他色彩 那你可以先点黄色 黄色在这边 然后再切到制定之后 你就知道rgb要填什么了 有没有看到 rgb r的话是红色 意思说红色要加到最满255 rgb的话就是绿色 也要255 所以其实红配绿 红色配绿没有蓝色 那就是黄色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那请你把这边改成什么 255 0.255 0.0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写完成式了 要不要试试看 执行一下 不对 糟糕 我忘了把刮糊 刚刚我不是说刮糊 要那个暂时 因为如果 这边要加一个这个 因为如果假设你没加 变成全部了 OK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是 假设你不小心忘了加这个刮糊 它变成全部都黄 你就全选之后 再到常用里面 把那个油漆桶改成五填满 它要恢复了 全选 五填满 这样恢复 OK 所以刚刚 NG的等于半 这个少写了 让它执行一下 看一下 12 20 有没有 小于等于7 OK了